早安 大家 讓我做個早餐 待會Rosanne也會來 所以再做一份 一早上看見色彩繽紛的食物 心情都會好些 所以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做一個 Yoga Bowl 看看材料 開始 開始 可以用你自己喜歡的乳酪口味 我就選了這個 雙配果肉 藍莓和雜莓乳 再加上不同的水果 例如藍莓 紅莓 士多啤梨 香蕉 甘 喜歡的話 還可以加上Granola 花生醬和奇亞籽 整個口感超豐富 講個秘密給你知 這個還可以去廁所 Rosanne你來了 我剛剛做個早餐一起吃 Joyce你懂得吃 將乳酪加上水果 堅果和菇蜜混合在一起 做一個Yoga Bowl 這個可以幫助我摺取維生素 加了水果乳酪 還可以代替甜品飲食 對呀 我經常吃乳酪 這個還要是雙配果肉 果肉含量有10% 吃到淡淡肉 滿足我們餵食的要求 你平時喜歡吃什麼水果 我喜歡吃士多啤梨 那就對了 這個系列還有其他味道 它還有雙配士多啤梨 和芒果加熱情果 它是用100%瑞士新鮮牛奶製造 有優質蛋白質 和豐富活性乳酸菌 對呀 乳酪有很多營養 以CFU的單位來計算 其實每100g的乳酪 當中已經有10億個活性乳酸菌 其實這些乳酸菌 可以幫助我們消化 和排便 哇 有這麼多的嗎 真的呀 那不如我用這個希臘式的 原味乳酪 做一個乳酪雲朵包給你 因為它是一個無添加糖 所以你配鹹食也可以 甜食也可以 康熱麵包之後 在上面鋪上 原味的希臘式乳酪 再on top加喜歡的水果 藍莓 紅莓 士多啤梨 大功高成 這個有很多打物質 很棒 很適合 有做運動習慣 和上CFU的朋友 對呀 我通常都要運動前後 吃這隻乳酪 因為這隻乳酪比普通乳酪 用更多牛奶造成 做多一次西酒水分和乳車工序 所以它口感會幼滑和厚身 蛋白質含量比普通乳酪 煮膏大概一倍 打算這樣可以增加飽肚感 控制胃口 吃少點零食 適減我Joyce 其實高蛋白質的早餐 可以幫助我們控制全日 對食物的渴求和卡路里的攝取 這款乳酪更加有高蛋白質含量 每100克的乳酪 已經含有8-10克的蛋白質 蛋白質其實是我們人體必需要的 營養素 它對於肌肉的生長、修復 以及維持健康的免疫系統 是至關重要的 對於關注脂肪攝取量的人士來說 這款乳酪是一個好的選擇 平時我們購買的時候 要看看營養標籤 你看這裏完全是零脂肪 而成分裏內也沒有添加糖分 這裏有4克的糖 其實完全是來自牛奶裏的乳酪 是天然的 嗯 快要夏天的冬天吃這個就對了 因為你可以增加多些肌肉 以及不用吃太多糖 市面上有很多乳酪的選擇 選擇高蛋白質的乳酪比較好 因為蛋白質除了幫助我們增加肌肉之外 還可以幫助我們鎖住水分 所以記得每天吃足夠的蛋白質 而且乳酪是透過發酵製作而成 所以含有豐富的活性乳酸菌 活性乳酸菌對我們身體的長度 健康是很重要的 而且它可以幫助我們的消化功能 以及提升面系統 Joyce 我們快點吃吧 待會還要去健身 對呀 那好吧 我們今天的Vlog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 可以下支影片 ?